宁愿自己忍饥挨饿 也不让客人受一点委屈 这就是中国人 后来林希丽教授常说 认识一个汉字就像认识一个人一样 正是通过汉字她开始认识中国人 林希丽将这段难忘的经历 写在了自己的著作《汉字王国》中 在这本书中 林希丽不仅想告诉自己的同胞 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她还想让人们知道 是什么样的人创造了汉字 他们古往今来是如何吃饭穿衣 如何耕种劳作 如何生活思想 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以及如何对待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要开端 2004年11月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和韩国 韩中文化协力研究院的门前 几乎同时举行了简短的仪式 一个非盈利性的汉女教学机构 孔子学院挂牌成立 随后 新华社编发了一则 只有430个字的短消息 这则消息称 设立孔子学院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 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 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 主动地向世界提供学习汉语汉字的服务 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 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但是 如果从东西方文明史的角度衡量 它可能依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东西方文明的直接交流始于15世纪 公元1415年 葡萄牙军队攻占了 直布罗陀海下的咽喉 修达港 开启了欧洲征服世界的历史 而在此之前 从公元1371年到1433年 中国明朝的皇帝 已经派遣三宝太监郑和 率领船队七下西洋 完成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远航的壮举 郑和的船队 无论是技术装备 还是知识水平 都远在当时的欧洲人之上 但为什么历史最终 却是将西方的洪流 倒向了东方呢 主要还是认为 这个朝贡贸易是难以为及的 当然也有一种看法 是因为中国人的观念 是一种 就是所谓的中央帝国的观念 它只要捍卫住自己的 这个中央的这个农业帝国 所谓大陆国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地位 而对于海洋它本质上是不感兴趣的 租地是 目的也是要让那些小国家来朝拜它 来满足它的中央帝国的威权的 这样一种信念 而最终 当它完成了这样一种 自我的这样一种地位的设定以后 这个远洋就变得没有必要 恰恰相反 探索和发现却是欧洲人的天性 公元1492年8月3日 哥伦布怀揣着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梦想 带着西班牙女王写给中国皇帝的书信 踏上了远航的旅程 虽然哥伦布至此都没有到达东方 但是后继的航海家 很快就实现了他的理想 到16世纪末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 已经出现在广东沿海 一本收藏于里斯本国立图书馆的笔记本 清晰地记录了 当时葡萄牙人学习汉语时 积极开放的精神 你学中国话吗 学是学但不前进 你学中国话好 因为如今风俗 众人说这一国的话 当公元1601年的春节到来之际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终于跨进了紫禁城的大门 为了这一天 他已在中国整整等待了19年 而为了这次进京 耶稣会在澳门 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个是准备了一些机器 比如说殖民钟啊 因为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可以算计时 几十间的一个机器 而且是自动的 所以这个肯定会引起环帝的注意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准备了一些在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就是他能不能利用哪些知识 来吸引皇帝的兴趣 科学知识没能引起紫禁城的注意 倒是自民钟很快成了万历皇帝的宠物 从此庄严肃穆的中国宫殿内响起了滴答滴答的机械声 丽环豆被恩准留在北京 盖起了天主教堂 甚至每个月他还能领到十二两凤银 在给家人的信中 丽环豆这样写道 我已不太会用意大利语写作 我快成中国人了 从1582年踏入中国后 利环豆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公元1610年5月 明神宗下诏 赐北京城西的腾宫栅栏墓地 用于安葬利环豆 今天在这里还保存着 63名欧洲传教士的墓碑 到清朝初年 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 然而物极必反 一场无法调和的礼仪之争 已经在紧锣密鼓地上演了 公元1721年1月18日 康熙大帝的一纸诏令 让京城的基督徒们惊慌失措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 禁止可也 一向对基督教 优理有加的中国皇帝 为什么突然变脸了呢 是什么原因让被西方人称作 哲人王的康熙大帝 做出如此令人难以礼遇的举动呢 一切还得从利玛豆的去世叹起 利玛豆的传播这个天主教 它很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 它认为呢 对造物主的称呼 可以用天主上帝天这些概念 而且呢 把原来中国的宗孔啊 祭祖啊 理解为是传统的礼仪 不是宗教的活动 可是呢 利玛豆去世以后 他的继任者就反对这种做法 认为汉字的上帝啊 天主啊 不是基督教的 告的那样一个概念 同时呢 更是反对祭孔 祭祖认为这是偶像崇拜 这样一来 在当时的耶稣会内部 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和困扰 And anything which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superstition could not be allowed For example using the character 副 good luck which we use now at New Year's or the good luck upside down 副道 that is superstition 它是不允許的 所以這有大影響的影響 當 Rome 決定不允許 但我們必須 不判斷太容易 這是非常困難的問題 他們不只是 做太太 這是不正確 後來 後來